什么情况 乌吉塔和布罗利居然联手对抗赛亚始祖亚莫西 在两人的配合下 终于打伤了亚莫西 就在两人准备一击打败亚莫西的时候 亚莫西突然抓住两人的拳头 这一幕让两大高手都十分惊讶 紧接着 他们看见亚莫西的头发从金色变成红色 感受到亚莫西身上的气息变化 乌吉塔有些害怕了 而亚莫西看着两人淡淡地开口 我是第一个领悟超赛神的赛亚人 不过 自从领悟这个形态之后 我就很少使用了 但是你们两个 值得我使用这股能量 听得亚莫西的话 乌吉塔心里也发虚了 虽然他知道 亚莫西会超赛神变身 可是他没想到 这股力量会这么强大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收藏了 布罗利傻傻地看着亚莫西 他心里清楚 以自己和乌吉塔现在的力量 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找到机会立马讨论 这边亚莫西继续讽刺布罗利和乌吉塔 他们怎么站在原地不动 是害怕到身体不能动他了吗 不过你们不要灰心 你们再加把劲 我争取下次多等你们一会儿 布罗利傻乌吉塔 听到这话都气疯了 以往这话都是他们对别人说的 什么时候有人有资格这么跟自己说话 于是他们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亚莫西 展开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只不过他们的攻击 根本打不中亚莫西 乌吉塔找到机会 靠近亚莫西 对着他的脸发射能量波 顿时剧烈地爆炸发出 见到这幕 布罗利大声给乌吉塔加油 他相信亚莫西再快 也无法躲避这么近距离的攻击 只是乌吉塔心里有些发虚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当刚的攻击 没有打中亚莫西 他的话音刚落 亚莫西的声音 从他们背后传来 你小的还有点自知之明 但我不得不承认 你刚才那招很棒 如果我不躲开 可能我的脸会被刮花 所以 你是有进步的 乌吉塔看见亚莫西臭屁的样子 嘴里不住地骂亚莫西真会装 之后亚莫西继续说道 刚刚我给了你们两次机会 可是你们都没有打到我 接下来给我攻击了 亚莫西话音刚落 就消失在原地 而布罗利 甚至没看到亚莫西的身影 只觉得胸口一疼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亚莫西抓住布罗利 就把他扔到一边 随即 他又出现在乌吉塔身后 乌吉塔刚转过头 就感觉亚莫西的手掌 直接抓住了自己的脸 亚莫西按住乌吉塔的脸 在地面上拖行 几分钟后 亚莫西把乌吉塔扔了出去 然后朝着尖叫的乌吉塔 发射一发能量波 这时 亚莫西歪头躲过身后布罗利的袭击 布罗利一击不成 当即一发口炮射向亚莫西 就在布罗利发射的瞬间 亚莫西一记上勾拳 强行把布罗利的嘴巴合上 瞬间气功波在布罗利嘴里爆炸 看着布罗利冒烟的嘴巴 亚莫西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一拳砸在布罗利肋骨之上 这一拳 让布罗利口吐鲜血 做完这一切 亚莫西转身 双臂交叉 挡下乌吉塔的一拳 此时乌吉塔身上的伤势 也完全恢复了 亚莫西知道 乌吉塔是吃了仙豆了 可亚莫西丝毫不担心 在他看来 乌吉塔恢复伤势 别说打败自己 就连触碰自己都做不到 说着 亚莫西一拳打飞乌吉塔 然后一发能量弹送给乌吉塔 顿时巨大的爆炸 从乌吉塔身上发出 就在亚莫西准备嘲讽乌吉塔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巨大的影子 笼罩了自己 他知道那是布罗利 他不屑地对布罗利说道 听乌吉塔说 你是什么传说中的赛亚人 但是你让我很失望 我现在已经对你不感兴趣了 布罗利一拳洗脸 可亚莫西只是轻轻抬手 就用肘部挡下他的攻击 更让布罗利惊讶的是 自己的拳头 碰触到亚莫西身体的瞬间 所有的力量返回到自己手臂上 顿时剧烈的疼痛 让布罗利嚎叫起来 听着布罗利的吼叫 亚莫西觉得很过躁 一拳就打在布罗利脸上 使得布罗利晕死过去 而另一边 渐渐恢复过来的乌吉塔 决定再去攻击亚莫西 只是他还没有出发 亚莫西就出现在他身前 一脚就剃断了乌吉塔的腿 又一巴掌发出 乌吉塔被扔到布罗利身边 乌吉塔挣扎着站起 可他当当起身 他的身上就发出一阵亮光 随着亮光闪过 乌吉塔的融合解除了 回到地球上 因为屏幕的损坏 布马时刻为乌吉塔和布罗利担心 他不住地问比鲁斯现在怎么样 他们还活着吗 比鲁斯不耐烦地表示 自己当当说过了 还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所以他们暂时还活着 维斯却不住地叹气 他表示 如果在亚莫西使出超赛神的时候 他们两个还不逃跑 那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闻言 布马不住地为贝吉塔祈祷 他希望贝吉塔赶紧离开那里 他不想再次看到贝吉塔死在自己面前 这时维斯告诉众人 战斗结束了 听到这话 斯莱眼中情满了泪光 他问布罗利是不是牺牲了 布马直接哭了出来 他问维斯 战斗已经结束了 可是他们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了 就在这时 附近传来扑通的声音 众人都转头看去 正是悟空 贝吉塔和布罗利 原来就在刚刚对战亚莫西时 布罗利被打得晕死过去 悟吉塔的融合也解除了 贝吉塔站在布罗利身边 他焦急地对着悟空开口 卡卡罗特 我们现在必须立马离开这里 不然我们三个都得死在这里 说着悟吉塔拉起布罗利 把手搭在悟空肩膀上 悟空当即使用瞬间移动 一秒钟后 三人消失在原地 亚莫西看着消失的三人 并没有子兰 因为悟吉塔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虽然不足以跟自己对抗 但却让自己玩得很开心 这时亚莫西突然想到 六宇宙好像也有强大的赛亚人 或许在那里可以找到 比悟吉塔更强的对手 随着亚莫西把目光描向宇宙深处 准备规划自己的航行目线 回到地球上 悟空贝吉塔和布罗利三人 都身受重伤地倒在地上 布罗利身上多处骨骼碎裂 被吉塔的手臂断了 悟空的腿也被打断了 三人躺在地上 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见到三人的身影后 布马和慈莱都忍不住喊叫起来 慈莱惊慌地表示 布罗利受伤太重了 如果不及时救治 他一定会死的 布马让慈莱放心 在悟吉塔前去支援布罗利的时候 自己就准备好这生仓了 他们都不会死的 慈莱听完虽然松了一口气 可他还是默默地来到布罗利身前 心疼地看着他 很快 悟空和布罗利就被送往救生仓治疗 贝吉塔因为受伤最轻 没有禁救生仓 但是抹了一些膏药就清醒过来 众人聚集在布马杂的客厅里 维斯主动开口 向贝吉塔打听亚莫西 比鲁斯更是严肃地命令贝吉塔 不允许遗漏任何一点细节 贝吉塔心有余计地表示 亚莫西就是一个真正的怪物 他从一开始就遏制自己的力量 因为亚莫西一开始穿的衣服 其重量就比地球还要重 他跟自己的战斗根本不算是战斗 而是他的游戏 听到这话 布马惊讶地叫喊出声 他表示自己也算是 见识过许多强者的人了 可是这类亚莫西的强大 简直超乎自己的想象 而比鲁斯听完贝吉塔的话后 却紧闭双眼 一言不发 可是贝吉塔能感觉得出 比鲁斯气息有些紊乱 说明他有些紧张 比鲁斯一直告诉众人 越言语口中的塞亚人 是自己的对手 可他没有告诉众人的事 越言语还告诉过他 那个夏亚人 有可能会取代 他的破坏神位置 想到这 比鲁斯猛然睁开双眼 他问维斯 有没有找到亚莫西的位置 维斯用拳杖找了一圈 可他都没有找到亚莫西 比鲁斯听到这个答案后 心中的紧张 不由得多了一分 这时贝吉塔表示 他想让比鲁斯再度训练自己 这样下次面对亚莫西的时候 自己不至于毫无反抗之力 比鲁斯还没回答 布马就尖叫起来 他怒斥贝吉塔不要命了 他现在的伤还没有好呢 而且那个亚莫西那么恐怖 他居然还想跟他战斗 他是不想要命了吗 贝吉塔小声的安慰布马 自己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他和孩子 如果自己不变得更强 等到亚莫西来地球的时候 不但是他 还有布马和特兰克斯 都会有危险的 自己身为丈夫和父亲 必须要保护他们 比鲁斯似乎看透了一切 他直言贝吉塔说的对 随后他命令贝吉塔 快点完全恢复 好跟着自己训练 毕竟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布马听完贝吉塔的话后 也坚定地告诉贝吉塔 他放心的战斗吧 自己虽然无法帮助他战斗 但是自己会好好照顾他 让他快点恢复的 另一边 维斯偷偷找上比鲁斯 他问比鲁斯 他想要训练贝吉塔 恐怖不仅仅是让他保护地球 这么简单吧 比鲁斯叹了口气 表示这一次 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了 如果自己真的战死了 孙悟空不是合适的破坏神人选 所以 自己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破坏神的所有东西 都传授给贝吉塔 听完比鲁斯的话 维斯也知道 比鲁斯是准备让贝吉塔 做自己的继承人了 不一会泪水 从维西眼中流出 虽然他知道 比鲁斯可能会战死 可是他身为天使 必须保持中立 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另一边 亚莫西已经到了六宇宙 他在宇宙之中 到处搜寻塞亚人的气息 一边找 亚莫西一边回忆 在几百年前 比比迪曾经告诉自己 世界上一共有18个宇宙 而七宇宙和六宇宙 是卵生宇宙 如果七宇宙有强大的塞亚战士 那么 六宇宙也应该会有的 只是亚莫西在六宇宙找了许久 也没有找到塞亚星球 过了很久之后 亚莫西找到一颗 跟地球相似的星球 亚莫西觉得有些眼熟 就降落在星球上 按照直觉找去 亚莫西找到一个瀑布前 亚莫西终于想起来了 这里曾经是比比迪的 一个研究中心 穿过瀑布 走到尽头 亚莫西找到一扇大当门 这扇门有数百万吨重 但对亚莫西来说 想要打开是轻而易举的 打开大门后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没想到你这只猴子 居然还活着 这声音源自一个神秘人 他坐在椅子上 微笑着 看向亚莫西 亚莫西看着眼前的神秘人 他认得这个声音 就是比比迪的声音 只是他没想到 比比迪居然还活着 只是他比自己第一次见他时 又吵了许多 比比迪告诉亚莫西 自己为了能够活下来 对自己使用了某种咒语 这个咒语能让自己不死 可也会衰老 随后比比迪告诉亚莫西 在他之后 自己还制造了另外一个 很厉害的生物 只可惜 被那些该死的神封印了 为了躲避那些神的追杀 自己只能制造一个分身 假装死在他们手下 不过现在他回来了 自己再也不用害怕了 亚莫西不屑地告诉比比迪 自己可不是他的手下 如果他想要命令自己 那得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比比迪安抚亚莫西 他有无敌的力量 自己有无敌的魔法 如果他们联手 世界上他们再也不用害怕任何人 所以他们应该是伙伴 而不是敌人 亚莫西没有回应比比迪 而是问比比迪 难道是专门在这里等自己的吗 他怎么知道自己会来呢 比比迪表示 他在这里 只是为了躲避神的追杀 从而找机会东山再起 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幸运的 居然等到了亚莫西 自己可以东山再起了 亚莫西笑了起来 他表示自己来这里 不是为了跟他合作 征服宇宙什么的 而是想要找到 他猜测亚莫西一定跟七宇宙的塞亚人交过手了 而且已经打败了他们 所以才想要更强的对手 那么比比迪会帮助亚莫西吗 他们两个在一块 将会给宇宙带来多大的麻烦呢 订阅野火 我们下期再见